各位主管,各位委員同仁,媒體朋友,各位請張主委答訊號碼,請張主委 張主委,你好,張主委,這個我們還是要再強調,因為基本上您是這個選務機關啊,我覺得即使選務機關啊,能夠做的改革很多啊,像像剛才我們講說,像這個不在即投票啊,這樣這些東西是選政的這個事情啊,那是屬於內政部的事情啊,可是我們也感覺到 就是政府在這方面啊,就是改革的這個,這個力道啊,就不夠啊,大家都願意給民眾啊,更多方面投票的這種,呃,這個方便嘛,就是它有各種各樣的設計,有這個移轉投票啦,有網路投票,通訊投票,提早投票啦,啊,那,呃,我們,我們現在就是一個一個方子,就是,就是本,在本島的異地移轉投票而已啊,那,國內,國內的,在國內的,所以說,我們就發現, 如果要總統選舉跟立法委員選舉一合併的話啊,那沒有辦法準備那麼多縣市選票啊,算不準多少人啊,就沒有辦法辦了,那,別的國家是多種方子,應付多種狀況,它有提早投票,有網路投票,像北歐,我們去北歐啊,北歐這些,呃,政治人物跟我們講啊,說他們的人民線已經很少啊,是真正走到投票所去投票了,很多都網路投票,佔的比例很高,大概真正走到投票所投票的, 百分之十幾而已啊,這樣子的情形啊,所以我是覺得,在這些部分,儘管有些是屬於選,選政的啊,可是在選務方面啊,我覺得,主委這邊也可以推出很多改革,我們每一次辦一次選舉啊,我們花多少錢,光是印刷選票花多少錢? 整體上是,啊,上一次的總統跟,總統、副總統,還有立委的選舉,每一次都11億多,就是印刷,就是,不是,整個,總統跟副總統的選舉嘛,嘿,對,因為印刷的話,我還要另外看一下,整個是11億多,可是我們也看到很多的人事費,是打到平常的人事費裡面去了啊,對不對,不是,那一天的監票員,管理員,那些很大,對,那些人是額外找來的嘛,對不對,對,啊,沒, 可是很多的這些相關的工作,那也是平常,這個政府,地方政府該做的一些事情,很多也cover掉嘛,光是,這些額外辦的這樣子,這些臨時調動的這些人力,額外的這些,差不多就11億多嘛,對不對,整個,包括印選票,包括整個,對,我們就在想說啊,像網路投票啊,這個就可以去研究啊,主委,你曉不曉得,你認為印選票是公平的嗎?你認為印選票,啊,蓋章,這樣是最公平的嗎? 以目前來講還算很公平,以目前來講還算很公平,我告訴主委啊,非常不公平,最不公平的就是選票,為什麼呢?我在當國民黨主發會主委的時候,那個時候,我們2004年總統大選,那個時候是歌喉戰,我們很多鄉政長都講,民進黨人下來就跟他們講,如果,開多開5000票出來,挖5000票出來, 就5000萬補助,開1000票出來,就1000,1億補助,我說,那你們怎麼能夠計算,那個人,他說,他們都交代我們很清楚,他說,他說,主委啊,他說,那鄉政長跟我們講啊,他說,上面交代很清楚,我怎麼樣驗證,這有沒有開出500票呢?有沒有開出1000票呢?那他們才會被,中央,那個時候民進黨執政會不會給這5000萬,給不給1億呢? 他怎麼算呢?他說,很簡單,他說啊,你只要告訴你的投票的,你的群眾,你多挖過來的票,你投下去啊,折一個腳的,然後,這樣投下去,哦,我就知道你是什麼會的,我就知道你是什麼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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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個,地方的社團這麼多嘛,什麼,就這麼多,那一攤開的時候,好好一張選票,就折一個腳,而有的是,這邊折兩層,讓大家感覺到都很怪異, 啊,折兩個,就轉兩折,啊,一張完整的選票,啊,這張選票上,啊,又是代表什麼會的,啊,什麼系統的,啊,那有的是,折的,四面八方,折八折的,一般人很少把選票折成這樣子吧,嗯,折進去,攤開驗票的時候,擺在那個地方,啊,這樣一張票,他說,他們下面都有人會在寄的,哦,這樣子有沒有開出來,所以說,你說這個公平嗎?主委,你大概不知道吧,我相信你也知道了,你在寄成這麼久,你怎麼會不知道, 主委,你不知道,裝作不知道而已,沒有知道到那種程度了,對不對,這個就是,那個是很怪異的了,這個,可是問題是,這張選票,他合法蓋一個張,他完全是合法的,完全沒有那個,可是他傳達多少訊息,他傳達多少買票的訊息,對不對,那個時候,民進黨歌喉戰的時候,2004年的時候,鄉政長跟我,做報告就說,他們就是這樣子驗證選票, 說千萬不要小失這個力量,就是這樣子啊,訂選票,公平嗎?不公平的,絕對不公平的,有時候我們就看到,哎,為什麼有的選票折得好小好小,這種情形,摊看了的時候,都揍揍不平的,原來他在傳達一定的信息,他告訴你,這張票要投下去了,所以說真的,我是覺得,主委啊,在這些方面啊,我們國家幾十年不變, 台灣的電腦資訊產業這麼發達,我們在網路上,可以這個,買股票,我們可以銀行轉賬,可以做這麼多的這個事情,可是我們卻不能夠投票,這是,連北歐的國家,我們國會訪問團去北歐的國家的時候,他們都說,這不可思議的事情,他們用的都是我們ASUS的電腦,ASER的電腦,也是認為台灣在資訊產業這麼發達,我們在這方面是,果足不前,完全不求進步,所以我認為說,主委,雖然是在選物方面, 中央選委會負責,在選物方面也可以做很多很多的改革,對,如果是用這一種投票方式的話,是將來的方向,但是不能說這一兩年就可以改到,將來的方向你可以看到,明日赴明日,明日何其多,這就是這個政府沒有改革的決心嘛,讓人家感覺到嘛,不是,因為電子投票要每一個人都會,才可以做啊,每一個人都會,你可以看到,這個東西你只要交每個人就會, 以前大家說會不會手機,每個人會,每個人現在都上網,每個人現在發簡訊,他多少,幾十億,幾十億條,這種情形,現在年齡層也都低了,日本,美國,也都有老年人啊,對不對,日本他是寫的,他們有寫的,他有寫的,那也是一種選,選物的,選政的改革,那你至少,你,你就,而且他是硬的選票, 人家很多是硬的選票,不是有折的,你有折的話,你就,你就,你就不可以,很多國家是這樣子,他選票是硬的,啊,寫好就丟下去,一張,不可以有任何折的記號,折的記號,就作廢了,那這個也應該改革啊,對不對,我想,基層政治,我們大家都非常了解,這種各種各樣的這種派系,各種各樣的裝腳,各種各樣的動員, 這個中間暗藏多少多少,這種醜陋,陰暗,這種買票,腐敗,這種情形,都可以改革啊,所以我是覺得,是不是主委,在這方面啊,選,選政,既然你管不到啊,選物你是可以改到的,選物中央選委會也不可能,幾十年不變吧,呃,在這一方面,我們是盡量求其公正,那麼,我們今年呢,也要做一個電子投票的委託, 研究計畫,我們正在要,你就可以考慮一下,我當國民黨主發會,我當國民黨主發會主委的時候啊,那個時候我們看到每一次,選中常委啊,然後一百多個中央委員要選啊,然後每一個都是,這個被選的候選人啊,每一次開票都開到十點,十一點,那麼晚啊,欸,電子,我們就電,電腦投票,就辦,就辦成啊,國民黨那個時候沒有錢,海外,黨代表要回國,還要我們補助經費,當然有錢補助啊,通訊投票,辦,就辦, 那時候要爭取年輕人的投票,十八歲就可以有投票權,主發會我決定就,就投了,就,十八歲就可以投票啦,問題是,有沒有這個決心,願不願改革,我相信我們的,中選會的這些專業的人員,都絕對有這個能力,而且國際的思潮,國際的方式,國際防備,啊,政黨尖銳對立情況之下,他們怎麼樣能夠建立公慶的制度,各國都有潛力可循嘛, 所以我是覺得,主委啊,真的,歷年,在選務方面就不改變,啊,這是中央選委會的執長啊,對,所以我們現在正要委託做這個電子投票的一個計劃,我們正在,快要發包去研究了,委託,然後,到實際的,要採集要多久時間,設立時間表啦,那我們不敢說,看,研究的結果是怎麼樣,我們也看到 過去有很多啊,中選會的很多一些,相關的一些研究啊,國民黨,這個或是研考會,很多是,相關的這個研究啊,這個,說是十八歲啦,或怎樣啦,這個,就到最後都訴諸高格啊,都沒有啊,你要拿我們,立法院,我們的這個,我們的法治局,所做的這個研究,也看到,早多少年前就已經有十八歲,呃,這個公民投票啊,那是立法的問題,不是中選會的問題,那不是,那是因為行政部門不支持的問題, 行政部門有支持,有決心的話,怎麼推給立法的問題呢,立法,我們現在,你行政院有主動提案出來嗎,那個要釋憲啊,二十歲要改成十八歲,那不是中選會的問題啊,對啊,所以說,你可以看到,我是講說政府的問題,行政部門的問題,各國的行政,願意改革就推動,就帶動了,對不對,就當選政方面,這種情形啊,對不對,釋憲,我們也可以,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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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次就已經提出,我們現在就準備,準備釋憲啊,因為我現在就造成一個故意,法律衝突的情形,我就已經提案,休選, 辦法,降低十八歲,那這樣就造成了故意,法律衝突的情形,那這樣就可以構成釋憲的,這個,條件啊,所以我,故意提案,說我們,降低,這個投票,我們修學辦法,讓公民投票權,降到十八歲,那這樣就可以形成釋憲的條件,啊,那,行政部門,早就可以針對這個事情,去做改,要,要修憲,要都,哪是不是,當朝的,當政的,在推動,這些相關的,這些改革呢, 對不對,怎麼是,立法部門的事情呢,不是,如果改成十八歲,我們當然依法就是,對啊,我現在,所以我現在就講嘛,在您在做行政部門,行政部門,找過最多的人力,最多的經費,最多的資訊,照道來講,行政部門應該最大的改革空間, 啊,立法委員,大家跑基層,忙選舉,然後,都是,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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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這個,這個,這個,這個民,這個民意,基層的這種,服務的這些相關問題,只有你們,能夠最宏觀遠見,人力資源,啊,資訊,去推動相關的改革,啊,所以我在這邊特別的呼籲,啊,是不是,張主委,在您的任內,你也了解基層,我相信,在嘉義,你也這麼久了,你更了解基層,這個選票,中間就暗藏了多少玄機,啊,多少 醜陋腐敗的這種事情,印著紙張的選票,啊,那,是不是應該在選務方面,也推動一些改革,好不好,我們盡量來進行,好不好,謝謝您,謝謝,謝謝